大家好 東鐵線過海段還有一個星期就通車 其中一個受惠的地區 是近年供應發展重鎮啟德 今集會和大家看看區內的另一個新盤 The Hany 2 由恆地發展 入場截實874萬 我們會和大家看看向海的示範單位 亦都會分析一下開織 周邊配套和租金回報等等 如果大家對這個新盤有甚麼看法 都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最多三位的朋友有機會獲得100元的超市現金券 提提大家啦 記得subscribe28house的youtube channel 如果已經subscribe了 就記得按旁邊的鐘仔 下星期有影片你就不會錯過啦 The Hany 由7棟高低座大樓組成 分三期發展 它在去年都算是話題盤之一 除了The Hany 1 頂層特色戶 以赤價61888元賣出 創東九龍最高赤價紀錄之外 The Hany 3 的首批折實平均赤價 亦都達到28200元 成為啟德歷來最貴的新盤 今次來到The Hany 2 同樣有話題性 但說的不止是數字 還有景觀 它是整個系列入面最近海的 景觀亦都是最開揚 部分單位可以看到維港景和啟德體育園 劉花期不夠兩個月的The Hany 2 只有一座高座大樓 樓高35層 提供301伙 使用面積介乎379至1365呎 涵蓋一房至三房戶型 基本上全部都是開放式廚房 和附設衣毛間 我們先去看看示範單位 今次發展商只是開放了一個 沒有改動的示範單位 是參照一座32樓A7 製用面積80088呎 是一個三房一套的間隔 同款開織有32房 全部都是大單邊位的A7 在手輪開繡入面 就野招標形式發售 最高赤價去到38851元 一日門口的旁邊 就已經是開放式廚房來的了 為了分界廚房和遠關兩個區域 發展商在這裏 除了做了全新鏡外 亦都做了一個高新櫃 下面就是鞋櫃 而上面就是儲物櫃 都可以放到幾多東西 開放式廚房呈牆形 儲物室連接就在廚房的盡頭 廚房設有兩邊的工作台面 但如果不夠用 都不需要在這裏再放一張桌子 因為發展商在這裏 做了一個隱藏式的置物台面 就多個地方可以放東西了 配備基本廚房設施和家電 其中蒸焗爐可以透過智能家居系統 遙距控制運作 另外所有的三房單位 都設有陷入式的酒櫃 如果大家是很怕廚房一陣油煙味 又或者不想那麼開揚 看到廚房裏面做些甚麼的話 其實這裏看開織是有條件可以做到緊絕的 不過就會多了條小走廊 那就要看大家自己取捨了 客飯廳118呎 都叫做試試正正報告分明 連著一個31呎的露台 A室單位向西南 無論是客廳或是三間房 都可以望著啟德體育園和圍港景 景觀非常開揚 單位樓底高大概3.31米 即是大概10.70米 比起同區大部分屋苑的樓底都相對高 兩間小房大約70呎 足以放到床、衣櫃和書桌 之後都還有空間可以走動 主人套房非常寬敞 而最大的特色就是貫徹了The Henley系列 有一個大約6.7米長的弧形落地玻璃 但這個即是好不好用就見人見字了 套廁是黑廁來的 但就連接著16呎的工作平台 日常可以開門通風 算是補充無窗的問題 為了增加房間的通透感 發展商將這一面的間隔長都造成玻璃設計 但不需要擔心私隱度的問題 因為這一塊玻璃是智能調光玻璃 護主可以按需要自行調節玻璃的透明度 主人套房同時附設了衣帽間 裏面有一個粒自然的大櫃 這個衣櫃附設了不少配件和裝備 例如有全身鏡 拉出來的掛鉤 化妝品雪櫃 保險箱和裝行李行李箱的櫃桶等等 不過最大的特色就是有空氣淨化系統 也即是透過技術可以殺滅到細菌、毛菌 甚至說連COVID的病毒都可以消滅 A室的景觀是最開揚 但要留意由於前面就是啟德體育園 低層的單位有機會被室內體育館和主場館等等遮蓋著 看不到海景 所以選中高層的單位就比較有保障 同樣有這個問題的 還有C室和B室 是兩房連衣帽間和儲物房間隔 正望室內體育館大樓 如果要望海景就要走出去露台 儲物房在開放式廚房旁邊開門入 有點奇怪但性在有好過沒有 C室的浴室是有窗 想要明智的買家就可以考慮了 D室一樣是兩房單位 不過就面向木太街 主人套房同樣是切回形窗 應該可以赤望到體育羊和小量海景 由於大樓的樓線形外牆是向內斜 所以兩房的開織都不是絲絲正正 會比較難擺放 而連接住客廳的22呎露台 更加是呈梯形 單位少了儲物房之後 開放式廚房變成曲尺形 另外單位又名詞 至於衣室就屬於兩房一套的間隔 同樣不設住密房 單位向內圓景 所以主人套房的回形大窗 可以說是180度看著其他樓和街景 項目主大一房和兩房戶 其中一房佔超過四成半 實用面積379至414呎 分佈是F、G、H和J室 全部都是望內圓景 最大的分別 是部分單位採用活動式間隔場 亦即是活動式屏風 來分隔客飯廳和睡房 住戶可以按需要拉開拓門 令到廳房合併成為全開放式的空間 JZ就採用了實場設計 浴室也是唯一有窗的一房單位 另外設有圓關位 不會一開門就對著客飯廳 大家選擾時就可以留意了 和其他奇數一樣 TheHenny Tour設有連平台和天台的特色單位 是一座40樓A室 三房雙套間隔 設緊住 就用面積1365呎 連616呎平台 和1147呎的天台 是TheHenny系列中面積最大的一房 之前TheHenny One同類特色戶 已經賣8300多萬 設價超過6萬元 今次這個單位再大些 景觀又再開揚些 相信都會打破舊紀錄 再創東九龍駐宅尺價新高 在正對Henny Tour前面的啟德體育園 佔地大約28公頃 由1.4個圍園那麼大 預計明年下半年就會完工 除了有休氣公園和社區設施之外 也設有主場館、身內體育館和公眾運動場 三個大型體育設施 未來可以舉辦大型體育賽事和文餘活動 其中主場館能夠容納大約5萬名觀眾 如果有大型活動的時候 開場前和散場必定會有很多人 交通亦都會很繁忙 至於緩會好吵 主場館的開合式上蓋 是不是真的有效隔音 就要到時才知道 The Henny位於啟德站以南的新發展區 暫時都還沒有小巴和巴士接駁 要出入的話 就要經這條路走去廣結啟德站 我們經遠洋里北街走去啟德站 大概需要6分鐘 不過由於沿路只是部分地方有蓋遮頭 所以夏天又或者曬點那時走過去都會挺熱的 另外啟德暫時都沒有救密商場 附近屋苑的地鋪都是以地產店為主 要找食物又或者買日常用品 就要去到啟程村的商場 又或者新蒲江的Mikiki 不過其實由南風發展的大型救密商場 預計今年第四季就會建成 加上之後會有SOGO和EON兩大日式白貨公司進駐 又有地下街 區內背套將會一應俱全 The Henny2首批開價不算進取 發展商基本上只是提供建築期付款 扣除最高5%折舊之後 平均石價24333元 較Monaco Marine首批折舌平均石價低大概2% 而對比同系The Henny3更加低大概一成 發展商就名言與景觀差別有關 之後有兩成半的加價空間 首批有46貨一房單位 折舌低過1000萬 而未可以成造最高九成按揭 入場單位是一座一樓G室 實用面積380呎 折舌874萬 參考附近加峰匯一房單位 赤租大概49元計 推算入場單位 月租18620元 未扣除管理費之前 租金回報率大概是2.5厘 未達到一般水平 隨著東鐵線過海段正式通車 加上項目自身的地理優勢 對Henny2的前景確實不錯 不過要留意的是項目很快就會入房 附近的配套設施都還未完善 加上周邊都有不少地盤 周不時會發出噪音 居民就需要忍耐多一段時間了 不知道大家對於這個新盤又有甚麼看法呢 都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的留本資訊 就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 28house的YouTube Channel 想知道多些對Henny2的資訊 可以素描現在畫面列出的QR Code 又或者按入Description box的連結